竹山數位機會中心舉辦 寒假電子創課課程 並邀請李玉郭曉老師陳建安進行指導 藉由課程增進學子們的各項能力 我們是竹山數位機會中心 今年針對我們的課程 我們特別找了我們李玉郭曉的陳建安老師 來當我們的課程老師 主要是推我們現在最流行的創課的課程 然後我們希望藉由這個創課課程 培養小孩子對電腦 以及對這種層次設計的基礎 幫助他們以後對學習上有更加的幫助 課程的主要核心 是一片英國研發的微電腦 有多種感測器 藉由電腦寫入程式 產生各種的不同玩法 讓學子們從快樂中學習 課程的內容就是要介紹這個Microbit Microbit是英國國家廣播公司出的一個微電腦 那因為它的特色就是說 上面就有好幾種的感測器 它上面還有25顆的LED燈 所以它有輸入也有輸出 那它的重點就是我們直接在電腦上面 就可以寫程式 那程式稍錄上去之後 小朋友就可以很快地學習到 這些感測器的運用 那所以可以做出很多的互動遊戲 參加的學童都表示非常的有趣 並也學到電腦程式的應用 及寫程式的技巧 覺得很好玩 而且這個它這個板子它那個裡面功能又多顆 然後它也可以教我們寫程 程式跟一些內容的 新議員蔡柱也到場關心學童學習的狀況 並期盼民眾多多參與此類活動 在寒冷的假期也能學習到豐富的知識 竹山數位機會中心 在我們竹山鎮的新生社區 有這個創客的教學 這些小朋友都玩得非常的開心 也希望有興趣的這些小朋友 還有家長都能夠來跟我們新生社區 還有數位機會中心來聯繫 讓他們在寒假期間能夠學習的更多 從自己動手做 培養學生的創造思維 判斷 解決問題 合作溝通能力等 議長何慎豐期盼縣府單位多多舉辦此類活動 增進縣內學童各項能力 提升縣內學童競爭力 記者曾經好竹山採訪報導